记者欧宿美台中报道,台中试探子区新兴国小为巨星,新田社区唯一小学,新校区一般教室与行政办公室功能都已完备,但缺乏大型室内活动场所,经市府与中央赤资8000万元,新建活动中心及专科教室今天落成启用。 市长林佳龙今天在教育局长彭富源陪同下初级新兴国小活动中心系专科教室落成启用典礼,包括谭子区长刘振村、市议员萧龙泽、张雅明、赖朝国、前立法委员杨琼英等人都共同见证。 立伟洪慈雍也派服务处代表致意花博吉祥物乐湖也到场与小朋友互动。 林市长表示,教育是十年数目,百年数人的职业,投资教育也是投资未来,市府重视教育也持续移住资源,编列4500万元预算,加上教育部补助3500万元,打造活动中心及专科教室,并设置图书室,完善校园环境需求。 也为谭子区预期将成长的人口做好准备,充实一居城市发展能量,感谢各界协力推动以人为本的教育愿景,也盼新兴国小发挥社区拖幼、拖老、举办活动等功能达成校园社区化目标。 林家龙说,市府致力于谭子区行政园区、巨星产业园区及交通路线等整体区域规划,包括谭子联合办公大楼、警察局局本部及各大队办公大楼等建设将提供民众更加的服务品质。 国道四号丰园坛子段工程也将衔接国道及台74线串联联起大台中环状路网,提升优质生活机能。 教育局表示,新兴国小校园整体规划采分区串联的方式配置荣获绿建筑标章认证更获选105年度台中市无章爱友善环境评选特优专科教室为三层楼建物, 包括一楼图书室、二楼英语及自然教室、三楼音乐及美劳教室、专科教室建筑并特别挪出空间设置图书室、金诗圣票选命名为独角仙故事森林。